接下來問各位一個觀念 兩個觀念 第一個問題問 圓周運動 是不是等速度運動 然後呢 你要告訴我 為什麼是 為什麼不是 這邊要正確的講 等速度圓周運動比較好 就是那個 時鐘秒針 一分鐘轉一圈 半分鐘轉半圈 四分之一分鐘轉四分之一圈 等速率圓周運動 這樣講比較好 等速率圓周運動 是不是 等速度運動 是為什麼是 罰是為什麼 罰是 請告訴我 是或不是 為什麼是為什麼不是 停車戰界問 我們邀請 可愛的 No.4 是啊 你不要叫我笑欸 叫我答案啊 你說什麼啊 你說不知道嗎 你說不是喔 為什麼不是啊 沒有啊 等速率圓周運動 沒有變啊 一樣快啊 方向在改變 方向在改變 紫潔解救你 感謝紫潔 那天我罵他說 不是好友還幫我加好友 謝謝 答案叫做不是 為什麼不是 為什麼不是 我們交過速度是向量 向量相同必須大小相同方向也要相同 圓周運動 在那邊繞圈圈 運動方向隨時都在變 所以他 不是等速度運動 最多只是等速率 最多只是快慢一樣 可是速度一定不會一樣 因為方向鐵定不一樣 OK 那再問一個問題 圓周運動 是不是等加速度運動 如果我受一定的向心力作用 那麼這個運動會不會是等加速度運動 會 為什麼會 把會 為什麼 把會 一樣 來 暗示你答案 圓周運動都需要向心力 有力就有加速度 所以會有個向心加速度 向心力跟向加速度的方向都很指向圓心 我再暗示你答案 停車站接問 圓周運動會不會是等加速度運動 會 為什麼會 把會 為什麼 把會 來 我們要找一位可愛大帥哥 有可愛大帥哥嗎 有 可愛的嗎 27號 27 27 27誰啊 喔 易豪兄 公上 你說不是嗎 為什麼不是 方向改變 方向改變 跟那一樣喔 都方向改變喔 請坐下 答案呢 叫做 把是 把是 為什麼 把是 一樣 前面 前面也教過加速度是向量 向量相同 就必須大小相同 方向相同 我這裡呢 圓周運動要受向心力 有力就有加速度 所以有個向心加速度 但是我的向心加速度的方向很指向圓心 到在上面向下指圓心 到在下面向上指圓心 所以方向一直都會改變 因為方向會變 所以一定不會相等 它就不是所謂的 等加速度運動 所以圓周運動一定不是等速度運動 圓周運動一定不是等加速度運動 因為他們的速度的方向跟加速方向都一直在改變 而向量相同必須要大小相同方向也相同 這跟各位說明圓周運動的運動類型 不是等速度運動 不是等加速度運動 希望你的觀念能夠清楚 OK